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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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的话这是横拍的动作以保证我们手腕有比较大的弧动范围 接下来我们讲的是横拍在反省拧的技术动作 我们也是采用直拍横打的握拍方法 后面三个就是中指 持指 围指 我们要用这个方法去就是说要顶住球拍 这样子的话保证我们有比较好的手腕的动作 才能把台内的球进去 因为在台内的球的话它是不出台的 不出台的话我们就必须要有比较好的手腕灵活性 所以说的话在握拍 你要做好这个技术动作的时候握拍是关键 特别是在拧 反省拧 台内球的处理 手腕的灵活性是比较主要的 所以说大家球比拼有在历史中的时候 不要忽略握拍方法 握拍方法细节决定成败 就是你握拍方法的好坏 或者手腕灵活的好坏 关系到你球的质量和灵性 在反省拧的时候 我们的步法站位是比较关键的 步法不到位 你处理球的话就匆匆忙忙 而且命中率很低 那么我们在反省拧的步法 在每三分之二台 在这些区域的位置的球 我们用右脚的单步 首先两个脚尖 那一定要跌起来 不能是把重心压在这里中间 压在中间 稳定性就不好 所以说我们要在前面 两个脚位区 看到来球的话 我们的步法上前一步 在这个位置也是一样 完了以后 如果的话 拼中路的球 我们是用右脚 带动左脚上去 做一个单步的动作 你看这个步法 是不是 我们首先要保证的话 两个脚一动 一起来 动 一上去 动 上去 这是小碎步的调整 在拧之前的话 动作没到 我们的步法要心动起来 心动起来 球没到 我们就小碎步调整 一到位的时候 步法一站稳 就做好动作 另外一个的话 在拧的时候 一定要注意 我们的走关节的作用 它起到一个杠杆的作用 走关节用不好 你拧出来的质量 就肯定不会高 走关节 一走步法一到位 这个走关节就支出来 肩膀架出来 手腕内收 顺着来球的方向往前方 往前方挥 身体带动 身体去带动 这个动作去带动 另外一个 有的球迷就说了 为什么我们在拧的时候 拧出下旋球 下旋球 它的记球的方式 我们选择记球的方式 如果我在接触球的在侧面的时候 在侧面的时候 从这个方向出去的球 那肯定是下旋球 那我们往前方 三方方面去走的球 那肯定是上旋球 对吧 所以说的话 再注意 你可以拧出下旋 也可以有上旋 只要是你击球的方式 往前 或者接触球的位置 往左侧面 这样子画的 那就那个球的话 很可能就是下旋 如果说是直接用手腕 往前带 往前一上一带 那就会上旋球 拧出去的就上旋球 这个走关节 跟肩 跟身体 一定要用好 一走上去 身体先到肩 一往前一带 就可以了 好 接下来 我们是用我们的运动员 来演示一下这个 拧的技术动作 好的 注意大家注意他的手腕 还有他的腰部 还有他的脚关节 发的方式 好球 好球 带啊 对 身体用好 对 手腕用好 身体用好 好球 好球 就这样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